政治话题 国民党立委严宽恒一审判决确定贪污罪 判七年十个月 尺夺公权三年 那么国民党火速声援 强调支持严宽恒提上诉 捍卫清白 也没有祭出惩处 国民党考计会委员姚江玲说 要顾及党员同志过去的贡献 也要考虑人情事故 但是这让民进党立委批评 是两套标准 新车原厂价在五百万到一千万之间 马沙拉蒂系列车款中 属于旗舰梦幻异品 这标志性的海神三叉戟 也被国民党立委员宽恒 收入囊中 却被揪出拿了助理费 付了七十二万多的尾款 就连马自达 投优塔的百万车款也都付了 另外首位薪资 外佣薪资 水电费和杂费等等 总共挪用了一百零八多万元 这不是政治追杀吗 这不是针对袁宽恒吗 去年立委选举前 袁宽恒就站出来痛斥 遭到政治打压 这回一审结果出炉 国民党团也火速声援 强调支持袁宽恒 提出上诉 为自身争取清白 只不过外界更关心 是否计党计处理 根据国民党员 违继续规律规程第八条规定 只要涉犯贪污 一审有罪 就会先停止党权 但最后反而在声明中 引用规程第20条 最终有罪定验 再惩处 也被执疑是在袒护言宽恒 对此考纪会委员姚章林则说 要顾及过去党员同志的贡献 也要考虑人情事故 是两套标准 对待政敌 是欲除之而后快 面对自己人 充满着包容 民进党讽刺日前 转入搜狗受贿案的陈超明 却第一时间被党纪开闸 至今还是无党籍身份 恐怕也让人心头酸酸的 华新闻终合报道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 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